我过去还没有这么肯定中选会作弊 可是经过我跟动娃哥 我们有一个群组 这个群组的几个人 他们很努力地去把中选会所提供的 或者从中选会拿到的资料去做解析 长达这个一年的时间 发现中选会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这也是我今天敢在法庭上讲说 我过去还没有这么肯定 中选会在上次总统大选期间有作弊 今天我很肯定的他们有作弊 确定他们有作弊 从这个确定他们有作弊中来证明说 你自己都知道你在作弊 然后彭P只是怀疑 而且没有提到中选会 你就去发布新闻稿 说彭P什么造谣 什么虚构 这个影响到什么选务人员的公正等等 在那边 这个新闻稿本身是公文书 新闻稿是公文书 而这新闻稿是由中选会四个人员做出来的 跟上传到各个网路上的 包括了中选会的主委李静勇 中选会的副主委陈朝建 还有他们的什么综合规划处的处长等等 这一共四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以这四个人为被告 告的三个罪 一个是刑法309条的公然侮辱罪 一个是刑法310条第二项的加重轨胖罪 第三个是刑法216条 行使公务员登在不实罪 2020总统大选 这个总统蔡英文破天荒 拿下了817万票顺利连任 但是资深媒体人彭文正 他却不是这么认为 他说韩国瑜当初能够刮起旋风 是因为让大家有想象的空间 对民进党不满的人全跑出来 但是蔡英文的817万票 是不是真的呢 他说他从头到尾都怀疑了 而且呢赢这么的多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说蔡英文呢 会赢是因为年轻人 会赢呢 赢那么多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他说给我骗一骗 我都不会相信 假设民进党真的赢的话 那就是芒果干立了大功了 彭文正认为说 在民进党内初选的时候呢 就拖延了时间 制造了机会 操作了媒体还有民调 结果把赖清德给做掉 所以呢彭文正他怀疑说 817万票的真实性 可能呢也是做票的 但是呢中选会立刻就出来否认了 中选会呢博斥说 这个指控是不可能有做票的行为 那么包括了 这是中选会的副主委 陈朝健 他呢出来说 各个政党都有派员去监察的 监督整个投票 开票的过程 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报道的内容 跟网络的影片是属于不实的讯息 不然他可以到我啊 你有种告诉我 今天啊 呃法院是定了审判程序庭 啊本来准备在今天要结案 啊最后呢 啊并没有结案 啊那要我们双方各自提书状 并且表明还要传哪些证人 或者要调哪些证据 啊那这些本来应该在准备程序中做 不过因为准备程序的时候 法官并没有这么做 虽然我们也有要求 啊比方说 呃要 李正华律师有申请传 洞美瑶哥出庭做证 可是完全没有处理 然后呢 我们要求勘验 啊 洞美瑶哥的一个光碟 这片光碟呢 的内容啊我们也提供了光碟给法官跟对照 也提供甚至也提供了议文给法官跟对照 从这个议文可以知道说中选会提供给洞美瑶哥的数据 或者洞美瑶哥从中选会下载来的数据 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啊有很多彼此之间的数据是不对的 哎理论上这个数据应该只有一套啊 中选会提供的数据本身有矛盾 对不可能 有三套数据不同啊 对不对不可能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要证明说中选会是 是有作弊的 就是说这个新闻稿本身 这个新闻稿本身就是一个假的东西 中选会自己在制造假讯息 然后呢对外发布行使 所以我们告了啊 行使公务员登在不识罪 你凭什么要老百姓一言堂 你要为什么要老百姓 全部相信你政府的 当然不相信啊 每个人都可以怀疑啊 结果 中选会竟然发新闻稿 把我给痛骂一顿 而我从头到尾 我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在比特王出任务中 接受了黄毅玲医师的访问 我只说了一句话 817万票 我个人是不相信的 这样不可以啊 真是恶奴妻主 到了一个非常过分的地步 爬到我头上来了 我们是主人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公仆 你们本来就是要让我们质疑的 不是吗 而且我好久 老代不是什么脑袋有问题啊 心情没净凶啊 或者是不扮理啊 没脱脱啊 没说啊 都不是啊 我是统计民调 在台湾大学研究所 教了20年都没有间断的教授内 我不能质疑吗 当年洪永泰博士 洪永泰教授 游盈龙跟我三个人质疑蔡英文初选作弊 用作票的方式做掉赖清德 到现在为止没有给答案 我们三个讲的对不对 当然对啊 我们三个在统计民调的领域当中 我不算了哈 另外两个真的是望重视灵的泰斗 哎 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能监督政府 不能说真话 开什么玩笑 这个庭呢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替小老百姓讨回一个公道 我们本来就有监督政府的权利 第二个 这整个事件虽然经过了三年 很多人都忘了 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哎呀这蔡英文都快下台了 算了啦 坐票就坐票 算了 认了吧 哎817万票怎么来的 你们不怀疑吗 不想知道吗 难道下台就没事了吗 那这样子以后台湾的选举没完没了啊 大家都可以这个呼隆呼隆一下 然后当选又下台没事啊 在当选的时候控制这个司法机器 那台湾还得了啊 不是被吸溪里倒了吗 所以明天我要达成两件事情 第一个要征回人民的质疑政府 监督政府的权利 同时这是人民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就是要好好彻查一下 包括栋伟调哥自己出钱出力 三年多来再查817万票 到底有没有问题 结果呢 他查出来当然有问题啊 他查出来有若干票贵 票是兜不拢的 而事实上也证明是如此啊 但是是不是足以翻盘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却有兜不拢的地方啊 那有什么地方不可以质疑的 而817万票是真的吗 马英九当时万人迷啊 才689耶 蔡英文选举的时候 韩国瑜那时候是万人空巷耶 结果呢 蔡英文倒赢817耶 你不觉得不合逻辑吗 是啊 你再问我一次 我还是说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个人觉得不太相信 有没有证据 我坦白说 我不是选委会的人 选委会也没有把电脑的程式码给我 也没有把后台给我 也没有把所有的这个票柜的票箱 封存到2049年12月31号 不是 这是蔡英文的论文 那我们怎么个小老百姓 我们除了质疑之外 我们怎么办呢 这样不可以啊 这样子要被这个悬物机构痛骂 那我当然对不起了 我告你妨害名誉嘛 817万怎么来的 我没有办法得到结论 但是我看过程 过程 有一个人 你看 他平常的习惯就是 连那个司法改革会议里面 他投票投到自己爽为止 光天化日之下 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他敢用拖延时间来制造自己的 的这个机会 然后可以用这个 媒体操弄民调的方式 从落后20几 到选前一天 可以赢 两个部分 党内初选先玩一次 跟韩国瑜又玩一次 从输20几 一两个月突然变成赢 大家都可以光天化日 看到他怎么做掉赖青德 我在节目上讲的这么清楚 他不把我做掉 他不行啦 对了对 你看我讲 台大的 全台湾统计的 三个泰斗 一个叫洪永泰 一个叫游盈龙 那另外一个大师呢 叫大师所望的大师 叫彭文正 这三个人都站出来说 这个民调如果是真的 打死我都不相信 为什么 后来被我们抓包了吗 他不敢回吗 不然他可以告我啊 你有种告诉我 那要怎么证明公务员灯在不死呢 怎么证明他们是毁谤呢 很简单嘛 洞美刀哥的提供的 我们提供的议文 就可以证明说 我们依照总选会做的 就是假的嘛 你自己也知道 自己是假的东西 还拿来发布新闻稿 那不是就是 就是有公务员灯在不死 就是有这个加重毁谤的 这些问题嘛 那在这边呢 可不可以帮我们就是讲一个 就是说今天的进展 其实最大的收获 应该算是什么 今天最大的进展 我们其实本来很担心 今天呢 法官就稀里糊涂 就把他结案了 这个还好 法官听了我们双方的说辞 今天没有做结案 要我们在 我方 自诉方在1月31号以前 将所有 1月31号以前 将所有想要申请调查的证据 包括要传哪些证人 我们要承报给法院 然后让对方看到我们的状子后 来回应 然后大概要在4月才会开庭 所以这个案件呢 需要等到下一个阶段 还需要一点时间 最少要4月以后了 好 817万票 包括了很多例子啦 2017年的8月份 蔡英文刚当选 霞雷霆万钧之事 在凯道大家欢呼 然后听到司法改革的时候 如雷的掌声 所以他因应名义 他就办了一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如果大家印象记得的话 分组座谈最后要表决一些议案 我们这位蔡小姐呢 只要表决的结果不如他意 他就说搞什么东西啊 然后就把那个东西这样一丢 然后说我们再表决一次好不好 就像不像张大帅啊 搞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这个人从小到大 不作弊 不会考试 所以 我说817万票到底是真是假 我没有证据 因为我亲口问过韩国瑜 我说台湾有17000多个投票所 每一个开票所的票数 你们有没有人在盯 我不认为投开票所开票所作弊 是很好的方法 因为你要做到哪一年 才做得到几十万票 我不认为 但是 我作为一个稍微懂一点电脑 做统计 做资料库的学者吧 你只要给我中选会 Database的Password 你只要给我Password 我来做票 我做给你看 我一个人就可以做了 不要别人做 问题在于 各投开票所的票数 有没有人去核对中选会的资料库 韩国瑜跟我说没有 我说那你被做掉刚好而已 对不对 国民党 怎么会没有粉丝呢 韩粉这么多 为什么不一万七千多个票柜 一个票柜盯了三个人 也不过才五万个人吗 就是没有 那现在来不及了 因为很多东西 就跟论文门一样 被封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